我們從小被灌輸的就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透過增加自己的知識 學識 科學研究 發現 各式各樣的東西 可能過程會很緩慢 但是只要我們人類有這個樣子的一個 志向還有企圖心 什麼都是有可能的 那這句話在左派掌控的世界 或是社會裡面就變成了 人定勝天的想法 我們可以打敗神 我們可以沒有神 律法不重要 道德都是相對論 男的可以變女的 女的也可以變男的 那今天就再來分享一個 當我們的人性展現出來的時候 是多麼的可怕 例如非法移民的議題 特別是美國現在的經濟情況 或許讓合法移民來美國 都不是一個很好的方針 更不用說大量的非法移民 每年上百萬的人入侵到我們的國家 房價高的不像話 失業率這麼高的 高的不像話 但是如果你想要討論這個問題的話 基本上不可能 只要一講說就是 現在應該要限制一下移民 馬上就會被冠上 種族歧視的標籤 那現在討論一下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在Springfield Ohio這個城市 開了一場市民大會 當地的居民提出了一些 擔心說他們的社區家鄉 現在已經被非法移民侵佔了 特別是從海地來的這些非法移民 我們來看一下 跟... 我應該不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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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會被罰賦 我以為 我應該不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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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方面 他們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的旅行 在這間駛ウ業 我應該不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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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 在衛生部 在衛生部 那裡 是 有些人 移民 我應該不太能力 i'm coming down on the immigrants because it's the people that's bringing them down here because wherever they're at that's what they're used to bro they're in the park grabbing up ducks by they neck and cutting their head off and walking off with them and eating them like and who is getting paid like how much money is y'all really getting paid like to bring them over here like i know it's deeper than them i know that's where they come from and that's what they do that's they country i don't know what they got going on over there but they can't do that over here and i'm done with what i'm seeing it is so unsafe in my neighborhood anymore i have the homeless that were trying to camp out and i have i have made concessions with them and i try to help them the best i can to keep them from trying to squat on my property but it is so unsafe i have men that cannot speak english in my front yard screaming at me throwing mattresses in my front yard throwing trash in my front yard and i can't i look at me i weigh 95 pounds i couldn't defend myself if i had to our city services are overwhelmed and understaffed but who's protecting us if we're protecting them who's protecting me i want out of this town i am sorry 美国的移民问题其实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可怕在美国没有同化这些人的文化 还有呃这些移民的基本道德公民道德要彼此尊重的话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当地的居民就是会受不了 而且这些还是有证据的有被拍到照片的这些海地来的非法移民抓了当地居民的猫狗或是鸽子例如像说这张照片 还没有被证实到底是不是真的啊但是那个男的看起来也没有穿着打猎的服装 然后他拿的好像也是就是刚刚才抓到的一样啊这个男的就是抓了两只猫两只鸭子然后就走在大街上 然后可能要回家做北京烤鸭还是怎样i don't know 也有一些推文说他们就是抓了这些动物之后就直接在大街上直接烤来吃 那如果你是个爱猫人士的话接下来这个影片要小心一点啊这是一个警察的随身记录器这个录影的这个东西录下来的一个女的被逮捕 因为他把一只猫猫吃掉了 What did you do? Why'd you kill the cat? Smile for me Smile for me Smile like this Did you eat that cat? Did you eat it? No why'd you kill it? Did you guys see all this? No we pulled up and she would just lay there with you Did you see her eating it? She was eating it? Yeah She was Can you call the Humane Society see if they'll come pick those cats up? It's deceased 那这样子的影片出来其实大家应该都要蛮担心的 因为那个地方是Ohio不是德州不是加州这些什么在美墨边境的州 Fox News 2024年7月13号的时候其实就有报道过了 Ohio的城市陷入一个住房危机 因为一万五千到两万的海地的非法移民入住了他们的城市 那如果大家去找到这个Springfield的警察局发出来的这个犯罪记录的话 911 call的话 你就会知道一万五千到两万的海地的难民突然来到一个人口只有五万八千人的城市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突然三分之一的人的文化跟原本的居住的人的文化还有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 那现在就出现了这个样子的危机 那当然大家就开始在网路上面讨论很自然的就挖出来了这个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他现在的选举就会说 哎呀我们要在乎边境安全 那我们要把墙盖好盖满 之类的废话 那川普当然就出来说话了 而且转发了这个影片 两万名海地移民被丢在俄亥俄州的小镇 Springfield 那这里写的就是边境沙皇 OK Border Tsar Kamala Harris 炫耀把他们带进我们国家的样子 他们需要支持 Kamala Harris 骄傲的说 他把这些海地人带到了我们国家 说我们需要帮助这些海地的难民 很简单的想法 但是 他们永远不是在说他们 Kamala Harris 要帮助他们 是在说你要帮助他们 我们要帮助他们 Springfield的居民需要帮助他们 所有的左派议程 他们当好人的方式就是这个样子 他要你去帮助穷人 你去做好事 我 Kamala Harris 在上掌权了 我敞开你家的大门 你如果不做好事的话 你如果不跟这些人好好和平相处 然后他们要什么你就给什么 对这些人百依百顺的话 我就逮捕你 OK 我这些有钱人 亿万富翁 亿万富豪 我就在上面继续骗钱 然后继续掌权就好 像我们这些人 Ethan 还有各位 我们这些人 我们连自己的想法都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抱怨 我们如果有任何抱怨的想法的话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 种族歧视 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国家 去抗争 你懂的 美国的抗争 美国的抗争 当然美国的抗争 也让他们赔了一个大价 对 我认为他们相当不同 因为他们是黑人 因为他们是黑人 在顺受 你乖乖的闭嘴就好 左派的政策 是不可以沟通的 My way or the highway 当任何东西变成武器的时候 就是会造成很严重的创伤 例如像说美国过去多年来 把美金当成是武器 现在通货膨胀跟美国国债的问题 就是不可能去解决 当民主党把种族 还有我们的不同 我们的文化的差异 变成武器的时候 就是会变成什么都是种族歧视 谁都是种族歧视 Arcadia 我住的地方 57.15% 亚洲人 27.12% 白人 白人是少数 然后多种族的人 剩下8.1% 剩下的5.35% 他们是不知道什么种族的 那总人口5万6千人 那你就想象一下 突然2万人 无缘无故的涌进Arcadia 会变成什么样子 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的猫都被人家吃了 然后你在市民大会上面说 我们没办法帮助这2万人 政府你如果要帮忙的话 你自己去帮 OK 你自己想办法 我的猫都被吃了 你怎么不保护我 或者是保护我的猫 同时要我们接受他们的文化 OK 然后不可以试图同化他们 你来美国 你要遵守美国的法律啊 不行 如果说你这样说的话 你就是种族歧视 事实上就是这些人绝大多数 都是非法来的 政府应该要把他们驱逐出境才对 这个是政府应该要负的 应该要尽的责任 这是我们这些纳税人 缴税给他们的原因 但是他们没有 他们就是把这群人 OK 2万人 跟你的文化 你的习俗 你的秩序 完全不同的人 放在你家门口 然后把你猫吃了 然后跟你说 他们需要帮助 你如果说不要的话 你就是一个种族歧视 移民的问题 在基督徒 还有华人的圈子里面 其实是很模糊的 OK 支持走线 非法移民的教会 会断章取义的 把耶利米苏拿出来 耶利米苏22章第三节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实行公平和公义 拯救被抢夺的 脱离欺压人的手 不可以亏复寄居的 和孤儿寡妇 不可以以强暴带他们 在这地方 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 那其中寄居的 就是在讲移民 OK 跟非法移民 所以说 来吧 大量的非法移民 来吧 我们的教会接受你 OK 圣经都这样说了 我今天就来帮大家解释一下 圣经是怎么说的 第一个 尊重法律和秩序 保守派的基督徒 强调法律和秩序的重要性 认为说每个国家都有权力制定 和执行移民的法律 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二节 在上掌权的人 人人当顺服他们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这段经文强调 基督徒应该要顺服 政府 还有法律 保守派认为 尊重国家的移民法 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 而且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 什么叫做民主 就是大家最喜欢听的 就是人民做主 我们选出来的官员 照道理讲他们叫做 public servant 是来服务大众的 不是来当我们的领导 不是我们要来听他们的 是我们给他们权利 来保护我们的国家 跟我们的边境的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那第二个就是 保护国家和家园 保守派还有基督徒强调 政府的首要的责任 就是要保护国民的安全 还有福利 保守派认为说 严格的边境管理 是有助于阻止犯罪 还有恐怖主义的攻击 还有舒缓经济压力的 尼西米记四章十三到十四节 所以我在城墙后边的低窝的空处 按着宗族派百姓拿刀拿枪拿弓 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位官长和其余的人说 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 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 那这段经文描述了 尼西米当时在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城墙的时候 要如何鼓励百姓保护自己的家园 保守派还有基督徒会用这一段经文 来支持建立还有维护边境的安全的措施的必要性 还有持枪权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持枪权 第三个公平的对待合法的移民 保守派也会强调公平的原则 认为非法移民对于那些遵循法律的程序的合法移民 是不公平的 我们这些人都是合法的移民 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规则还有法律 非法的行为不应该受到任何的鼓励 生命纪十六章二十节 你要追求至公至义 好叫你存活 承受耶和华 你神所赐给你的地 这段经文强调了追求公平还有公义的重要性 保守派支持合法还有公平的移民程序 反对非法的行为 第四个个人的责任和劳动 保守派强调基督徒也强调人的责任还有工作的伦理 认为社会应该要支持那些愿意工作还有遵守法律的人 铁撒罗尼加后书三章第十节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 这段经文常被用来支持就是自力更生的原则 保守派还有基督徒我们就会延伸这样子的一个经文 来鼓励合法的移民 你们来这个地方靠自己 你们加油 你们好棒棒 但是对于非法的移民 他们滥用资源 滥用国家 他们在使用福利 然后呢 各位应该有认识到一些人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是非常非常反对的 我们保守派基督徒是用圣经的原则 来支持强化边境的安全还有禁止非法移民的立场 同时我们也认为说爱心和慈善的表现是可以透过合法 而且有秩序的途径来进行的来确保公正以及法治的同时 也保护社会的整体的利益 当我们用圣经的价值观来看我们的时代的时候 Yes, everything is possible and doable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连这么复杂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用圣经来解决 来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当我们用世俗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时代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们说 Nothing is impossible 只要你没有自己 只要你没有自由 只要你没有任何选择 一切听我的 那就一切都是可能的 就跟Kamala Harris 还有刚刚看到那个Maxime Waters一样 刚好都是从加州来的 那个片段一模一样 OK 对他们来说 他们没有任何损失 就算Ohio这个Springfield的居民 猫都被拿来烤来吃了 也是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OK 你还应该要感谢政府 因为政府让你的猫可以有效率的被非法移民拿来使用 你如果不服从的话 你就是个种族歧视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伊藤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爱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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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